高速交警要求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 驾驶员叶某从车上移下来 驾驶员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 于是对叶某进行了呼气测试 结果闻每百毫升28毫克 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 正当交警准备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处理时 叶某开始唉声叹气 原来叶某之前已经因为酒后驾驶 驾驶证被暂扣6个月了 这回再次酒后驾驶 驾驶证案规定要被吊销 两年后才能重考 交警询问叶某为何喝酒还要开车上告诉 叶某突然情绪失控痛哭起来 我只有一个妈呀 我是一个大的人 没必要这样子 不是的我是真的呀 我真的我全都愣了呀 真的我不骗的呀 家里人全都在拍厕所呀 现在都在找我妈呀 叶某告诉民警晚饭时接到哥哥的电话 在老家的母亲走丢了 现在一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在找 他担心老母亲才冒险酒驾开车上路 在交警的安慰下叶某情绪稳定了下来 交警按规定对叶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采取了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 并责令其15日之内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随后交警帮忙联系了出租车 让叶某尽快赶回南西老家